最近,中国女排的最美二传魏秋月,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写真照片,令球迷们眼前一亮。 比起运动员时代的清汤素面形象,如今的魏秋月更加优雅自信,风韵迷人。 网友评价她是,芳华绝代,美艳不可芳物。 历经北京,伦敦和里约三季奥运会的魏秋月,2017年从中国女排退役之后,完成了结婚,生娃的人生大事。 但是魏秋月始终没有离开过排球,她在重大排球比赛中担任解说嘉宾,去协助女排国家队队员训练,还在尽自己所能普及排球运动。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介绍这位中国女排的月亮女神。 欢迎订阅体坛大魔王,感谢您给我的视频点赞。 魏秋月于1988年9月,生于中国天津,小时候受到体育迷父亲的影响,逐渐对体育运动产生浓厚兴趣。 因为父母对于女排是有一种非常执着的爱那个年代,那么所以就把我送到离家很远的排球传统校,从小开始练排球。 5岁时,魏秋月进入天津市少体校排球预备班,11岁的时候便已经长到1米63,并于2000年进入天津市体校。 2003年5月,被天津女排功勋主教练王宝全调入天津女排一线队。 2003年到2006年期间,魏秋月先后进入国少队、国清队,并成为了天津女排主力二传手之一。 成年之后的魏秋月身高1米82,虽然不算特别高,但是他善于思考,打法灵活,具有进攻性二传的特点。 2007赛季,由于国家队主力二传冯昆受到伤病的困扰,年轻的魏秋月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的又一次跳跃,被主教练陈忠和选入了国家队集训,并且作为主力二传。 在当年的瑞士女排精英赛和总统杯比赛中收获两项冠军。 第一次进入国家队,正式进入国家队,然后能打到主意这个位置,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吧。 在此后进行的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中,中国女排获得亚军。 年轻的魏秋月也收获了最佳二传奖。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赛场,20岁的魏秋月首次出征,作为队里年龄最小的球员,她扮演的角色也主要是替补,不过,牢牢抓住出场机会的她敢打敢拼,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2009年3月,中国女排备战伦敦奥运周期开启,魏秋月顺利入选中国女排集训大名单。 在这个队里老将纷纷退役,新任青黄不接之时,4月9日,这位还不到21岁,但是已经经过奥运洗礼的老队员林薇寿命,成为中国女排的第14任队长。 尽管当上了队长,也进入到运动员最黄金的年龄阶段,但是年轻的魏秋月并没有太多成功的喜悦。 因为在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女排就进入了低潮期,边攻等位置缺少能够一锤定音的角色。 2010年的日本女排世锦赛成了至暗时刻,尽管魏秋月以出色的二传能力,拿到了世锦赛的最佳二传奖,但是独目难知,小组赛上的惨败令中国队仅获第10名,创下在世锦赛上的最差成绩。 2011年的世界杯直接关系到伦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中国女排需要背水一战。 魏秋月此时的信念,就是输球也要拿到两局得到一个积分,积少成多,总积分要力争排名在前。 这就意味着每一场比赛都是硬仗,每球必拼,每球必争。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中国女排获得了第三名,拿到了伦敦奥运会参赛资格。 魏秋月的二传技术统计也排名备赛的第二。 魏秋月令球尼印象最深的,就是身为二传手,她对场上局面的把控非常细腻。 魏秋月最拿手的,就是灵活的二次球和单手跳球,打乱对手的防守节奏,难以准确判断本方的进攻。 我希望可以把自己的二次球也好,自己的一些单向技术也好,融入战术。 这是我后期的一个想法,因为二传不能一直要偷袭, 我要运我的二次调球也好,包括我的一些单手传球也好, 我希望可以把我们的攻守调动起来的同时,可以让对方的防守调动起来。 这是我对于整个大局的一个照顾吧。 与其他运动员一样,魏秋月同样不能免除伤病的困扰。 在参加伦敦奥运会之前,魏秋月膝盖和手腕上的伤病就反复不断,需要依靠打风避针和服用抗生素才能勉强止痛, 更不用提朗伟炎和其他炎症对他的百般折磨。 他甚至感觉自己坚持不到下一季奥运会了, 所以伦敦奥运必须全力以赴,不能留下任何遗憾。 希望可以就是很快地把自己的一些商品调整好, 然后可以,哪怕可以正常地跟队伍进行一些训练, 我觉得都是自己至起码是一个再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做得再好一些。 带着对奥运冠军的憧憬,魏秋月走进了2012年, 然而在伦敦的比赛中,中国女排苦战舞局还是不敌老对手日本队, 最终止步在四分之一决赛。 当时最后一个球落地的那一瞬间,虽然赛场是亮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眼前就像所有的灯光都关下来了一样, 我觉得自己就是很难以接受的那一分钟。 魏秋月坦言,那场比赛成为她排球生涯永久的伤痛, 至今都没有勇气去看那场比赛的重播。 而郎平作为央视的解说嘉宾, 现场见证了中国女排的失利, 也一度难过地说不出话来。 比赛失利的打击,加上持续的伤病折磨, 心灰意冷的魏秋月一度考虑退役。 是男友袁灵溪耐心解开了她的心结。 她劝说24岁的魏秋月,现在正处于二传手的最佳年龄, 选择退役会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她还鼓励魏秋月再去努力争取一次奥运金牌, 不给自己留遗憾。 而另一位让魏秋月吃下定心丸的, 是在2013年4月重新指教中国女排的郎平。 当时,魏秋月并没有入选国家队的集训名单, 她也因此着实苦闷了一段时间。 但短暂的消沉过后, 她主动出击,向郎平表明自己为国效力的决心。 果然,她没有辜负自己和球迷的期望。 我觉得对于自己心中的目标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欲望, 特别是对于这种永征第一的这种奥运的精神, 我觉得自己还是值得再放手一步。 2014年10月, 魏秋月在郎平的征兆下重回中国女排, 作为首发二传, 与队友一同斩获了世锦赛银牌, 这是2000年以来中国女排的最好成绩。 比赛结束第二天, 郎平就向魏秋月提议, 为了能够顺利备战里约奥运会, 必须进行膝盖手术, 并安排她赴美疗伤。 郎导站在我边上拍拍我说, 希望我可以在这次回国之后可以做双膝的手术。 但是手术我怕万一存在一定的风险的话, 我就不能重新回到赛场。 然后郎导说, 是让你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膝关节的手术, 总会比现在好。 2014年12月, 魏秋月在美国动了双膝关节的手术, 解决关节积水的问题。 与之前饱受伤病困扰的痛苦相比, 真正艰难的是漫长的术后恢复。 原本预计三个月的恢复期, 她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是双膝同时进行手术, 所以在完全没有任何支点的情况下, 魏秋月必须从重新学习,走路开始。 学弯腿,学跳跃, 康复训练很多时候都像是在原地打转。 没练好一个动作, 下一秒都可能会有新问题出现。 很绝望的一段时间, 因为看不到希望。 不仅仅是术后的那种疼痛, 其实疼痛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都是小事情。 但是心理上的那种折磨, 心理上的那种一遍一遍的打击, 挫折, 我觉得才是很煎熬的一段时间。 姐妹们在场上紧张训练, 魏秋月在角落蹒跚学步。 对于她来说, 那是一段非常灰暗的时期。 明年你肯定可以。 那段时间, 朗岛干脆利落的鼓励, 成了魏秋月最大的动力。 然而, 好事多么, 在出征领约前, 魏秋月的膝盖就像再度复发。 医生说, 她的膝盖已经跟60岁老人的情况差不多, 如果继续坚持打比赛, 之后甚至会有瘫痪风险。 魏秋月的父母希望她可以早些退役, 这次, 男友袁灵溪也不再反对, 她就此结束运动生涯。 在退役和坚守的二度抉择面前, 魏秋月再次选择继续前行。 2016年7月18日, 李月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公布了参加此次奥运会的中国女排队人名单, 魏秋月的名字赫然在列。 2016年的李月奥运会是值得载入中国女排史册的一届, 对于魏秋月来说, 也有着无比特殊的意义。 提起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 魏秋月说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和巴西队的巅峰对决。 在这场比赛里, 中国队首局完败, 但好在女排姑娘们及时应对, 灵活辨证, 由魏秋月接替丁霞担任主力二传, 经过五局的激烈对战, 终于成功翻盘。 事后, 魏秋月赴盘, 正是这场比赛的胜利, 为中国女排最后顺利进入决赛争取到了绝佳机会。 之后, 在与荷兰的半决赛, 以及与塞尔维亚重逢的决赛中, 魏秋月多位列首发阵容。 尤其是在对阵塞尔维亚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班三局, 最终以3比1的比分成功逆转, 不负众望夺得了冠军。 魏秋月坦言, 在里约奥运会上收获的这枚沉甸甸的金牌, 给自己的排球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2017年8月26日, 第13届全运会上天津队与北京队的对决, 是魏秋月排球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 使出浑身解数的他, 在赛后几乎连战都站不稳, 双膝也绑上了重种的冰带, 但坚持打满全场, 已经是这位对中灵魂人物, 对女排精神的最好诠释。 遗憾或不舍都该留给昨天了, 在鲜花与掌声中, 月亮女神光荣退役。 作为在中国女排征战11年的老将, 顽强奋斗, 团结协作的女排精神, 已经深深地刻在魏秋月的骨子里。 赛场之外, 这种精神也始终伴随着她, 让她更有力量地去面对人生不同阶段的挑战。 退役之后, 魏秋月第一个要完成的就是自己的人生大事, 与男友袁灵溪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说起袁灵溪与魏秋月的恋情, 也是非常有意思。 袁灵溪来自中国沈阳, 比魏秋月大六岁, 年轻时曾经在天津男排打球。 2005年, 23岁的袁灵溪被天津队主教练王宝泉看重, 进入天津女排担任陪打教练。 袁灵溪长得高大帅气, 深受女队员们的欢迎, 她先是与天津女排时任主力二船李娟谈起了恋爱, 而当时魏秋月在队里是替补二船。 2007年, 中国女排国家队主教练陈中和把袁灵溪借调到国家队, 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 李娟和魏秋月也双双入选国家队集训。 北京奥运会之后, 袁灵溪继续留在国家队当陪练, 魏秋月接替冯昆成为国家队主力二船, 而李娟则回到了天津女排。 在此之后, 袁灵溪与李娟渐行渐远, 最终选择了分手。 2011年, 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 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 在当年的女排世界杯期间, 日本女排名将木村沙芝暗恋某位中国陪打教练长达四年之久的消息疯传。 大家掐指一算, 符合条件的只有袁灵溪。 记者向陈中和求证, 陈中和表示人家早就有女朋友了, 而袁灵溪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澄清说, 自己已经有了女朋友, 请外界不要乱写那些没有的事。 而报道指出, 袁灵溪所说的女朋友正是未秋月。 此后, 就是袁灵溪与魏秋月一路相知相伴相随。 2016年, 圣诞节袁灵溪主动向魏秋月求婚。 2017年12日, 魏秋月和袁灵溪在天津举办了婚礼, 成为中国女排姑娘们的大聚会。 总教练郎平在弟子的婚礼上深情祝福。 2013年, 郎平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后, 袁灵溪担任女排助理教练, 主要负责队伍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说起新郎袁灵溪, 郎导赞不绝口。 我之前觉得这个小伙子不得了, 而且后来我还发现他说了一口牛逼的英文, 特别是在我后来做教练以后, 你们都睡觉了, 我们晚上就会看很多的路线。 小鱼是最辛苦的, 从第一场球一直跟到最后一场, 然后每次回来都是10点, 11点, 12点, 夜里, 也不吃饭, 就是说郎导宏一样什么故事, 马上就拿过来, 永远是这样, 就这四年都是这样, 我觉得这种经验精神, 我们应该被原理心鼓掌。 不仅郎导宏的眼眶, 云卫秋月一路经历两届奥运会的惠若旗, 也是含着泪说着他们的故事。 她有很严重的牺牲, 那个时候我看到她经常是忍着眼睛里的泪水, 然后坚持训练, 她经常也说她疼到半夜会疼醒, 我觉得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在这些细节上, 在这些细节期间, 恭喜韦秋月和原理心在保育会上做的冠军。 一边给她到一个一边, 谢谢她们的主导, 谢谢她们。 一、二、一! 退役之后, 韦秋月仍然与排球保持着亲密的接触, 她欣然接受了排球解说工作, 刚刚坐上解说席内阵她不太适应, 总忍不住跟着球的轨迹下意识动作, 或是跟着现场观众一起发自内心的欢呼。 尤其是在比赛前奏响国歌时, 她说自己立马就感到热血沸腾, 恨不得当时就冲进排球场。 不过, 即使只能坐在看台上, 韦秋月还是能体会到作为中国女排议员的自豪感, 多年的女排生涯, 也让她的解说风格显得格外独到。 而且, 作为女排家属和比赛解说双重身份的韦秋月, 还能趁工作之便多一些与袁灵溪见面的机会。 像2018年的世锦赛, 韦秋月受邀到现场担任解说, 在两场比赛之间的等待时间, 两人还可以见缝插针地坐在一起聊聊天, 这对于他们来说, 或许就是最棒的安排了。 如今, 袁灵溪作为中国女排的助理教练和技术分析, 每年只有过年才有四五天时间可以回家, 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 两人更是聚少离多。 见面机会极少, 但韦秋月和袁灵溪的感情一直很好, 她戏称自己才是孩子眼里的铁血爸爸, 因为在家里, 她必须同时扮演好爸爸和妈妈两个角色。 韦秋月对孩子的教育总体上保持着一种佛系心态, 她希望能给予孩子更多的自由成长空间。 然而, 对于运动场的热爱却始终深植于韦秋月的心中, 她坚信运动不仅能够锻炼身体, 还能塑造孩子坚定的意志和优良的品格。 退役并不意味着一切的终结, 对于韦秋月来说, 这标志着一个崭新旅程的开始。 她将继续传承女排精神, 将那份对运动的热爱传递给下一代, 陪伴孩子们茁壮成长。 在这段新的旅程中, 她将不断挑战自我, 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同时也为孩子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当为秋月脱下求一, 放下月儿的责任, 她依然是一个拥有少女心情的可爱女孩。 她为自己的婚礼, 营造了一个梦幻般的紫色世界, 喜欢在闲暇时研究护肤小窍门, 还会和昔日的队友们一起共度欢乐时光。 运动始终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她会时不时地游泳, 练习瑜伽, 甚至与朗岛合作拍摄为电影, 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并倾尽全力推广排球运动。 我的新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毕竟过去的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我的人生只有排球。 下来以后, 我想更多的是从一个基层来出发, 更多的希望给有梦想的孩子, 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对于魏秋月而言, 她已经尝尽了成功和失败的滋味, 输赢早已成为过去。 然而,那刻入骨髓的女排精神, 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铸就了她永不老去的月神传奇。 在这段传奇中, 她用自己的信念和执着, 向世界传递着女排精神的力量, 也将这份荣誉与责任, 传承给后来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